陈情望线心甘情愿 第六十六集 线线突然消失了 爸爸让人给蓝旺基办了家级商务签 两天就拿到了签证 走之前蓝旺基又给魏无线告了一周的假 魏无线很敏锐地问道 是不是你被爸妈留在家里不让过来了 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了是不是 你别骗我 快告诉我 蓝旺基安抚他道 不是那个事 是真的帮家里的公司做事 我要出国几天 去客户那边 魏无线一听出国急着道 啊 去哪个国家啊 真的几天就能回吗 去澳洲 就对接一下工作 一周差不多 蓝旺基道 魏无线还是不放心 道 你爸是不是想你以后就帮家里工作了 蓝旺基道 这是临时安排的 你还信不过我啊 知道 信你 你去吧 我等你回来 魏无线道 蓝旺基原以为像他的计划一样 去几天就回来了 谁这一周的时间根本是不行的 有许多事情要对接 而且有些不行的还要反复开会讨论 老外的工作效率又是那么吉人 到点就下班 今天解决不了等明天 在国外唯一的安慰就是魏无线的理解 魏无线不仅没有怪他言如信 还让他把工作做好不要半途而废 这让他很欣慰 晚上他也很少出门 魏无线的剧是某平台同步播出 他下班后大多数时间都在卧室看魏无线的剧 就在他来澳洲一周之后 魏无线的剧莫名其妙地下架了 他在网上搜原因 发现是被投诉下架了 说是某重要人物与历史评价平复 存在误导大众的嫌疑 平台下架的话电视台更会下巴 蓝忘机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他安慰魏无线 魏无线的言语很平淡 还说是他对历史了解不够 这也算是给他提个性 让他以后提升自己的内涵 蓝忘机又给江城联系 江城告诉他之前提出有合作意向的品牌 现在都没声音了 还有刚接触的一个综艺节目 现在也暂停了 魏无线靠这部剧升级的可能已经没有了 他知道这部剧魏无线的付出 好想赶紧飞到魏无线的身边 默默地陪着他 没想到魏无线反倒怕他想不开安慰他 魏无线说 这部剧大家付出都很多 特别是你还做了三个月的轮椅 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借此飞升 可是哪有事实都能顺自己的心呢 而且只不过是绝不能播了 又不是把人怎样了 我还可以演别的 继续写歌啊 这样也挺好的 我都没有做好成为顶流的准备呢 就现在的关注度 我都有点不适应了 魏无线的调整能力 比他想象的强多了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 让他也有时间做些调整 原本一桌的出差计划变成了一个月 终于要回国了 蓝忘机非常激动 他没有告诉魏无线 想悄悄回去给魏无线一个惊喜 到家第二天他就去了魏无线那里 也没有敲门 直接用钥匙打开了门 屋内空荡荡的很安静 他又去卧室 两个卧室居然都上了锁 他心里一紧赶紧把房间都打开 卧室里也是空的 自从他们确定了关系 他那间基本都没睡过了 被子还是他在时的样子 叠得整整齐齐在床头 枕套在被子上放着 魏无线平时没有叠 被子的习惯 现在被子也叠着 床单扯得很平 好像没人睡过一样 蓝忘机紧张又疑惑 魏无线一直在跟他信息联系着的 回来的前一天两人还在聊天 魏无线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也没跟他说要出门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房子里又转了一圈 蓝忘机拨打了江城的电话 江城告诉他 魏无线出去玩了 至于去哪没说 还奇怪地问他 魏无线没跟你说吗 蓝忘机心秃秃的 有点不太好的感觉 魏无线这是想干什么 为什么不跟他说 难道想要分手 他不能往下想了 急忙拨通魏无线的电话 想了很久魏无线才接通 魏无线还像没事一样问他 国际长途多贵啊 发信息就好了 蓝忘机努力让头脑冷静 吸一口气道 你现在在哪 魏无线那边顿了一会儿 问你回来了吗 嗯 你在哪 蓝忘机问 哦 你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在外面玩呢 魏无线回 语气听不出有什么异样 蓝忘机心稍稍放下来 问道 在哪玩 我去找你 没想到魏无线开始支支吾吾 道 远呢 你还是别来了 刚出差回来 好好休息几天 我很快就回去了 这是出差的 我还说 我还说 这只想没来 不听到 我还说